美军在一战之前少量试用过一些外国以及本国设计的机枪 但是当年的美国还没有如今的武德官僚主义的低效率和缺乏实践的军事理论研究 这些试验都没有结果 一直到1917年美国向德国宣战之后 他们才发现面对以机枪为主的欠豪战 自己的手上只千只左右的轻重机枪 经过反复验证 美军已认为自己需要重整军备 后来法国送来了一些哨杀 但是这东西故障率太高了 不过没办法 也没有可以使用的武器前线士兵只能忍受 但其实早在1917年初期 伯朗宁就带了两件新设计的自动武器前往华盛顿进行示范 其中一个是水冷却机枪 另一个是可以底尖设计的自动步枪 在测试中 这两种武器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 于是伯朗宁很快就得到美国政府发出的武器订购合同 为了避免产生混淆 但连弓弹的水冷式机枪 被命名为M1917伯朗宁机枪 而弹匣弓弹的自动步枪命名为M1918伯朗宁自动步枪 因为在1910年还没有流行轻击枪这个单词 在英语里对弹匣弓弹 重量轻的连发武器是叫做自动步枪 伯朗宁自动步枪的口径为7.62毫米 使用弹匣弓弹 但容量20发 该枪使用导气式原理 可以半自动或者全自动发射 该枪的结构很简单 而且拆装也很方便 虽然这把枪本来是作为单兵自动武器来设计的 士兵可以携带他刑警间射击 进行突击作战 压制敌方火力 为几方提供火力支援 但是因为他的重量略重 而且发射大威力弹药的后座力 使全自动射击时难于控制精度 因研制太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 只有少量的伯朗宁自动步枪服役 但是他仍然以可靠性好坚固耐用 受到前线士兵的欢迎 伯朗宁自动步枪 是首批真正意义上的自动步枪 虽然早起因为不小的枪身以及弹药 一支步枪尽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 才被投入使用 但是他在欧洲依然给各个国家的士兵 留下深刻的印象 当年的自动步枪都没有更换枪管的功能 伯朗宁机枪也不例外 但是当轻机枪普及之后 美国悄悄地给这把枪装上两脚架 以及手柄等部件 企图让这把枪成为一支轻机枪 当然 这对于步枪的火力并没有得到提升 相反只是增加了它的重量而已 虽然往轻机枪方向的发展没有成功 但是该枪在整个二战期间大放一彩 为盟军的胜利立下了汉马功劳 也证明了该枪扮演自动步枪的角色非常成功 一直到1950年的朝鲜战争 这把枪依旧在使用 在朝鲜战争初期 联军手中的伯朗宁自动步枪配置 与二战期间的几乎一致 不过等朝鲜战争结束之后 该枪的配置又重新回到了1918年的状态 让美军清晰地理解了 什么叫做一战回到解放前 不过再好的步枪也有淘汰的时候 波朗宁自动步枪也开始逐渐被取代 在这期间 世界诞生了无数优秀自动步枪 包括苏联的AK-47 美国的BM-59 德国的G3和比利时的Feld 他们都具有自己的优点 M14步枪之所以能够取代波朗宁自动步枪 是因为它具有一个较大的手握面积和枪托 在全自动射击时更加易于控制 同时M14步枪还可以增加双脚架 枪口制动器 补偿器和可折叠握把来增加步枪的稳定性 不过虽然从美军中退役了 但是波朗宁步枪依旧可以在其他地方看到 M14步枪依旧